今天要來跟大家推薦幾支我最近包包裡面必備的唇彩 然後這個只是一個植村秀的系列 因為呢 植村秀這個系列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剛好我現在身邊手上有這麼多支不一樣類型 可能就是這幾個月來推出的一些全新的顏色 然後我就想說試給大家看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支 然後我的皮膚呢其實是白偏黃是黃色調的皮膚 那我的皮膚可能就比較適合一般人的 不是那種很白的女生 所以偏黃調的人在選一些顏色上 你剛好可以看看我的影片 然後調整一下覺得自己可能會適合哪一支 才不會選到一種會反黑會變得更辣黃的 那你可以看我的影片看看哪一個適合你囉 那它有點像是磚紅色嗎 還是楓葉紅的感覺 就是有點橘橘紅紅的 不是正紅色調 因為我覺得傳統的正紅色調呢 不見得適合你日常的妝扮 然後或者說如果你比較化妝 沒有化的很誇張的話反而不適合 所以你看我現在是素唇的狀態 我就要把這顏色放到我嘴巴上 我是用拍的就是把它拍到唇上 我覺得這樣子的上妝法也很不錯 那另外一種是它其實它是非常的濕滑的質地 所以你也可以像這樣抹完之後 然後在唇峰的地方稍微點 好了這是我的第一支唇膏的顏色 好啦現在是第二支唇膏 第二支唇膏的顏色呢是長得像這樣子 非常優雅的顏色 你一般初階的時候使用 比如說你要去上班 你要跟鳥約會 或者是你以前還穿的是運動妝的時候 塗上去都不會太鮮艷 因為都不是那種大紅大紫的 那它算是有滋潤度的唇膏 所以嘴巴就是你要上妝的時候 像我這樣子沒有在做任何打底 然後嘴巴有點乾的情況下 我可以直接當成潤唇膏來使用 喝完 好 就是完全就是撫平唇微 然後滋潤度又夠 然後顏色又很飽滿 不會讓它覺得說 看起來顏色很薄弱這樣 第三支的唇膏顏色呢是什麼 呃前面兩支呢是一支比較橘紅 然後再一個奶茶的顏色 然後看起來也不會沒有氣色 那第三支是什麼呢 第三支看起來其實也滿像一般的顏色 現在用目測來看呢 它是感覺有點霧面的 霧面的質地 那我放在這裡好了 它是霧面的 但是一抹開來 它一樣就是很容易就是上色 然後也不會讓你的唇紋變得就是卡卡 完全沒有 那我看很多彩妝師在教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是這樣 先抹開來 然後把邊邊角角是這樣按壓 按壓的 那上嘴唇呢你可以 先這樣 然後呢 用壓進去的 霧面的話 然後這樣子的顏色呢 才不會看起來太淡太淡 第一個是霧的 第二個是滋潤的 第三個呢是霧的 所以是霧面的 那 呃有一個另外一種補妝的方法 是如果你嘴巴是乾到 已經沒有辦法上任何的唇彩的話 你可以先把這個奶奶茶色 就是比較滋潤度的那個唇膏呢 先當底層擦 然後再塗霧面上去 這樣子呢 的唇色會更漂亮 那我現在這個顏色 我也覺得是好看的顏色 因為我最近很喜歡 就是像楓葉一樣的顏色 因為大紅啊 走在路上真的還蠻怪的 然後一般的服裝 或是你在一般去上班的 會覺得好怪 我怎麼擦一個大紅唇 再買便當呢 就會這樣 接下來呢是第四支唇膏 第四支呢也是植唇秀的 這麼可愛的包裝 拿出來也是蠻害羞的 但它這個是完全霧面的 如果你很喜歡霧面的話 這個系列我覺得超好的 那我直接畫在這隻手給大家看好了 它看起來是那種裸裸的顏色對不對 但實際上它擦起來是 有點粉粉的耶 所以還蠻可愛的 因為夏天 其實顏色就是稍微鮮一點 我不會擦太沉重的顏色 好的 上完了 而且它這個很神奇的是 它很好卸 所以很好卸的東西就是 喝東西的時候 它可能喝個一兩次 它就會掉色 但是你重複的擦跟塗抹 嘴巴顏色不會因為這樣 然後變得很髒 很濁也不會 所以就還蠻好看的 那它就是霧霧的 那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是它因為是霧面的唇彩 所以如果你真的忘了帶腮紅 或是你現在用了氣墊補妝 補完之後你覺得 欸我腮紅不見了 然後你也可以壓這個 然後直接補在你的腮紅上面 那看起來顏色也是好看的 然後就變成是 現在日本很流行的妝感 就是腮紅跟口紅是同一個色調 現在是第五支唇膏了 然後第五支呢 一樣是這個聯名的系列 它是紅色的 我剛好說 它的顏色就是偏鮮一點的紅 但是它實際擦起來 卻沒有這麼紅 擦起來很可愛 因為其實我已經看過很多人擦 然後原本覺得這顏色 好像太紅了耶 可是擦在嘴巴上 是很可愛的 好我們就直接上了嘴巴了 好我們就直接上了嘴巴了 我覺得如果你想要飽和一點的話 你就是直接抹過去 像這樣 就很飽和 但如果像我剛剛這樣 用壓的話呢 顏色就會稍微再淡一點點 看起來是大紅色嗎 你覺得 這樣看更嫩卡 不是對不對 是其實有點偏桃紅色 嗨 好啦我去卸掉我手上的東西 掰掰 下次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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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